这是一种专门用来克制血滴子的武器 是原血滴子成员马腾叛逃后 为了对付血滴子而制造的武器 当血滴子成员抛出血滴子后 就用这把铁伞挡住血滴子并将其卡住 再将锋刃反弹回去 可以回敬给它的使用者 为了应付它的铁伞 用正命护国大法师喇嘛顾本 对血滴子研究改进 研制出了连环血滴子 连环血滴子在原版的基础上 加了一层笼罩 而且边缘的锋刃可以弹出 即使被卡住也能伤敌 那么这两种武器相遇 到底谁能克制谁呢 清朝时期 雍正皇帝为巩固自己的皇位 实行暴力统治 他还建立了血滴子卫队 专门对中梁官员以及百姓 进行血腥镇压 江湖上的一些武林人士 组成义士来刺杀他 但是却屡屡失败 这次的杀手还被雍正的手下尾随 让血滴子们追到了这里 甘凤池甘大侠是义士们的领袖 他们各路英雄决定集合丹侠领 准备一举 这时候一名红衣女子来到这里 她名叫纳兰 是当朝兵部尚书的女儿纳兰 她的母亲被雍正逼死 也是早就想报仇了 纳兰不能久留 她前脚刚走 追兵就到了 宝英刚震锋是血滴子中的领袖 他们的血滴子纷纷脱手 义士们损失惨重 这时一名拿着铁伞的侠士出现 他叫马腾 曾经是血滴子中的一员 这把铁伞就是为了克制血滴子 而研究出来的武器 他可以卡住血滴子 然后反弹给使用者 没一会儿 来的追兵就剩下他们二人 见情况不妙 两人溜之大吉 解决完追兵之后 甘凤池邀请马腾加入他们 一起去丹霞岭巨翼 但马腾却表示自己办不到 随后就告辞了 皇宫那边 雍正照宝英和刚振锋 二人商量对策 他们想到一个办法逼马腾出现 就是在各城镇中到处抓捕 并处刑汉人 来逼他出现 马腾看着无辜的老百姓 因自己受死 实在忍不下去 就去自首了 在刑场上 他被义士们救下 两边一阵厮杀 马腾趁机带着家人跑掉了 皇宫那边 雍正剑没抓到马腾 就要将负责管辖江南一带的官员 全部杀掉 还下令不得全朝官员保揍 不然与他们同罪 他的老师来劝他 不要再这样下去了 但是他非但不听 还命人去杀了他的老师 幸亏纳兰半路杀出 将帝师救了出来 他们的计划需要他的帮助 众人计划 让一名义士 假扮成高丽国来朝贡的 见了雍正 就趁机将其刺杀 他们先抽签决定谁去 随后又将毒箭藏在书轴中 按照规矩 这个盒子没见皇上 是不会打开的 所以可以避免搜查 这柄毒箭名叫 石毒锁魂箭 箭血封侯 非常恐怖 一切准备就绪 义士假扮的使臣 也是顺利的混入了宫中 见到雍正 雍正见他的贵子不对 一番试探下来 已经是识破了他 他还有金甲护身 独见连他的房都没破 他甚至还给这名义士 上起了课 但他也无法再回去 教他的同伴了 皇宫一处被改建的寺庙处 雍正带人来到这里 因为血弟子 被马腾的铁伞克制 他现在迫切需要一种 可以破解铁伞的武器 他找到教主顾本喇嘛 让他帮忙改良血弟子 看能不能破掉铁伞 过了些许日子 他研究出了连环血弟子 这种改良款 看起来和以前一样 但展开的时候 竟多出了一层 随后他带人到后面 试验武器 雍正将血弟子抛出 虽然被铁伞挡住 但是血弟子 竟从上面又分出一个来 成功将假人的头切掉 现在连环血弟子 已经研制好 他让宝银钢阵锋 二人去捉拿马腾 官兵们来到马腾的铁匠铺 尽管有义士们的提醒 可还是晚了一步 他杀回家中 但发现家人早已被制住 只好主动投降 但是宝银他们却出尔反尔 杀掉他的家人 此时义士们的支援也到了 一顿死杀过后 最终义士们将他救出 众人一起逃离 现在家人也被杀了 马腾终于决定和他们上丹侠岭 纳兰决定冒险混入宫中 盗取连环血弟子的设计图 他带着一帮女将 趁雍正电视招血弟子的时候 混了进去 组成了女子血弟子队 纳兰还成了女队的负责人 一天晚上 他潜入寺庙将图纸偷了回来 过程虽然惊险 但好在没有暴露 皇上告诉他 他父亲意图谋反 要让他将自己的父亲处决 但面对自己的亲生父亲 他下不了手 最终还是他父亲自己服毒自杀了 纳兰此事之后 也获得了雍正的信任 而现在有了连环血弟子的设计图 马腾那边也是着手研究破解之法 这一天 雍正召见纳兰 他要封纳兰为顾山将军 统领男女血弟子去平定叛贼 随后他将刚正风和宝英留下 因为纳兰是用毒药杀死他父亲的 这样就留下他父亲的全尸了 他还有妇女之情 他让两人叮嘱他 情况不对就先斩后奏 马腾那边则是还在研究 如何破掉连环血弟子 但连环血弟子结构精妙 哪是那么容易被破去的 就在他要换换脑子休息的时候 在打水的时候 他受到绑带的启发 似乎是有了办法 纳兰那边 现在血弟子已经倾巢而出 是刺杀雍正的好机会 他要将消息送到丹霞岭 马腾那边正在打造武器 此时纳兰来到了这里 他告诉马腾血弟子已经南下江南 明天早上会到丹霞岭 现在正是刺杀雍正的好机会 统治完此事 义士们做了最后的战前动员 决心这一次要除掉雍正 另一边 女血弟子们也被害了 刚枕风和宝英看此事不对劲 就让手下南下平定叛贼 而他俩则是回宫保驾 第二天 剩下的血弟子高手来到丹霞岭 他们中了义士们的埋伏 随后两方拼杀起来 即使没有主场优势 但血弟子实在太厉害 等马腾赶到的时候 他们竟然都同归于尽了 他让马腾赶紧去支援皇宫 皇宫那里 纳兰他们已经是和雍正摊牌 但雍正早有准备 他叫出喇嘛高手和众人拼杀起来 但义士们也是武艺高强 义士兼谁也奈何不了谁 这时候杂兵们也赶来支援 雍正那边一个人面对五人的围攻 也是受了点伤 但此时喇嘛高手也支援了过来 义士们也伤亡 就在这时血弟子的声音传来 突然飞过两个血弟子 两名义士当场身受益处 刚震锋和宝英也赶了回来 宫中的藤牌手也赶到 义士们被围住了 危急时刻 马腾终于赶到 他打造的装备是一个可以拆卸的棍子 挡住第一重血弟子后 能再拆开缠住另一重血弟子 还能将血弟子的结构破坏掉 将锋刃反弹回去 几招下去 两人已是倒地不起 众人和宫中守卫再次厮杀起来 马腾将棍子掰成两截 当双截棍用了起来 纳兰他们的武功都很高 寻常的守卫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 雍正看情况不对准备逃跑 三人紧随其后 毕竟他们人多势众 没几回合下来 他的武器就被击落了 雍正无奈只好摆出架势 空手和他们打了起来 尽管是空手 他实力依然强大 他找机会跑到大殿一角 拿出了备用的连环血弟子 马腾赶紧去取了铁棍过来 他挡在纳兰面前 拆开棍子 将连环血弟子挡住 但雍正猛拉机关 刀锋从机关里弹出 将马腾刺伤 但马腾也是借助门槛 将血弟子卡住 纳兰他们二人 也是一时无法击败雍正 见宫里的支援就要来了 马腾将血弟子的下半部分拆掉 想将它扣在雍正头上 但雍正竟然防住了 还好一旁有纳兰的配合 最终雍正是死在了 他的血弟子手上 而纳兰和另外一名逸史 也是壮业牺牲 这部轻弓大刺杀 算是之前血弟子的续集 都是邵氏拍的 不过相比前作演员有所改变 故事情节更复杂了一些 但是感觉节奏又有些过快 我个人而言 是感觉之前的血弟子观感更好 那么大家更喜欢哪一部呢 欢迎打在评论区 和大家一起讨论 好了 今天兵器介绍就到这里了 想了解更多 记得关注嘉一哟 阿斗说片天天剪 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被解决了